他是为非作歹欢迎无度的西北王 一心只想维护自己的军阀统治 搜刮众多黄金逃往沙特 娶侄侄女在阳台互骂罪恶无数 他就是马不芳 大家好 这里是见识欲经 关注见识欲经 方便查看往期 精彩视频 要说马不芳 首先得说说他的父亲马奇 马奇生于1869年 清末任西宁镇总兵 1912年任西宁镇总兵 兼青海蒙帆宣卫史 率部进入今天的玉树 果落 黄南等地区 后来还代理青海省府主席 马不芳胜于1903年 从小就和哥哥马不芳一起进入了军队 靠着父亲的鹰臂 先后担任营长 旅长和师长 独揽大权 危害一方 中原大战爆发后 马奇马不芳两面下注 先是率兵随冯玉祥进军陕西 并勒索军饷 之后又抑制雍奖 大战结束后 马奇被任命为青海省府主席 马不芳被任命为 新边陆军第九市师长 一年之后 马奇去世 当时经济困难 马林为维持市面 印发了50万维持券 马不芳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他的府邸中 偷偷仿制维持券 大量维持券流入市场 致使青海经济瞬间崩溃 物价飞涨 人民苦不堪言 马不芳此时又缩食地痞流氓 在市面上闹事 马林被搞得窘迫不堪 后应实在无力维持局面 碎向侄子告退 马不芳使用手段 打败了叔叔马林 成功继任青海省府主席 使青海正式进入 马不芳时代 此时的马不芳 可谓已经将甘肃一带 牢牢握在了自己手中 在此界内所行之事 正是验证了 其之暴虐成性和凶狠恶毒 马不芳深深懂得 掌握权力的重要性 从内外兼并中 千方百计的骨肉相间 力求集中权力于己身 除了逼走其叔马林 其兄马不芳外 对自己的侄子 马林的儿子马不荣 马不圆 自己的兄弟 马不清 马不营 马不清之子 马旭圆 都先后是以高压手段 并加以严密控制 始终不给他们实权 一次马不营 由东关赴北门外花园 路经北小城门时 马不芳指使手警 拒指其出入 马不营不受制止 马不芳文讯 即派卫视队队长陈家和 持往动武欧辱 同时命令西宁水利 发电厂 简断通往马不营 四顶线路 停止供电 自使马不营 指纳而退 不改与马不芳对立 解放时 马不营自知平时的罪责 乘飞机逃脱 由重庆转往香港 此外 马不芳对他的堂弟 马不勋 表兄 马远海 表弟 马德等 也防备狠言 除在一段时间内 利用效命外 始终不予以固定的军权 毫无疑问 他是地地道道的军阀 妄想各具异于 做发财梦 而说起 他控制的马家军 从长征时期的红军 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红军 无不对其咬牙切齿 痛恨至极 1936年10月的时候 马不清和马不芳 率部 在甘肃河西 对我西路军 进行疯狂的坠击 历史长达7个月之久 给我西路军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据记载 仅在张掖一带 被马不芳残忍杀害的 西路军 俘虏 就高达3000多人 其中还有利用 各种酷刑杀害的 更是不在少数 美梦破碎 仓皇出逃 但马不芳的西北王之梦 很快就破碎了 1949年7月下旬 我第一野战军 对隆东 实行了盛世浩打的追击战 马洪奎为了保护 宁夏老巢 便命令第一二八军 向宁夏撤退 而马不芳看见 马洪奎溜走后 也赶紧下令 让马纪元率领 隆东兵团 赶紧向兰州后撤 随后 我军一野战军 第一兵团 在著名的胡子将军 王震的指挥下 回事袭径 于同年7月28日 在顾关与马不芳的 骑兵第十四旅相遇 随即便给了 欠下无数血战的 马将军 骑兵部队 一级重拳 8月中旬 解放军 第一野战军 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 发起兰州战役 就在解放军 向兰州 发动总攻的前一天 马不芳 捋回老巢西宁 丢下儿子马纪元 继续蹲部队战斗 马不芳花了很多钱 雇了诺尔特的飞虎队 就有架飞机 把这些年来 收集到的财富 送出兰州 兰州战役中 第一野战军官兵 拿出最勇猛的拼命劲 对马家军 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打击 马家军主力 全部丧失殆尽 一共被歼灭了 两万七千多人 马不芳 近一多年的兰州防线 在解放军的 强大战力面前 帮他粉碎 马家军 随之灰飞烟灭 相信兰州解放的时刻 也是无数惨死的 西路军战士 明目的时刻 遗憾的是 马不芳 见机的快 逃之遥遥 未能授手于 西路军烈士的领前 8月27日 兰州解放 国民党国防部 派人来对马不芳 进行调查 训话 来人是徐永昌 他又去马不芳 誓死守住西宁 那马不芳不肯 西宁如今的马不芳 哪里肯答应 他与徐永昌 大吵一架 已向国民党中央 求助为借口 带着一群姨太太 乘坐买来的民航飞机上 偷偷离开了西宁 离开了被他残酷 统治了40年的青海 刚到重庆没几天 马不芳就得知 老家西宁 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他又急又怒 最后悲从心来 放声大哭 哭的 是他花3000万大洋 建起的 贴满玉石的新公馆 再也住不回去了 马不芳一到重庆 就受到了同样 退到重庆的 徐永昌的职责 而且还将他的 一部分的财富 扣了下来 马不芳看明白了 国民政府是想拖住他 于是他带着家人 逃去广州 同时 还给在西北的儿子 发电报 一家人与广州会合 然后头也不回的 去了香港 由此可见 什么西北王不西北王的 马不芳根本不在乎 他更在乎性命与财富 在广州修正了一段时间后 隶属马家的大部分人 都到了 大家经过商量 觉得大陆 已经不是久留的地方 于是集体 迁移到香港 到了10月 蒋介石亲自命令 马不芳启程 马不芳内心极其不愿意 但是又不得不去 于是 他把西北战场的失败罪责 推给了马洪奎 然后立马回了香港 最终 马不芳 包成英国 皇家航空公司飞机三架 携带亲属近200多人 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据说 携带众多的黄金和金银财宝 寿莫之重 差点飞机都无法起飞 国外生活荒唐不断 1950年 居家前往沙特阿拉伯 来到沙特后 马不芳等人起初并不适应 由于他们自由生活在 凉爽的大西北 来到炎热的中东 从气候到生活都不习惯 马不芳的三弟马不营 不久因重数身亡 马不芳等人 既不会说阿拉伯语 也不懂当地的风俗 与外界交往很少 大灾遇所里仿佛困兽 一开始 连当地货币都不会换 只能拿黄金去买菜 被笑话是拿黄金买黄瓜 不久 马不芳买了三部汽车 雇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厨师 还请了两名阿拉伯阿哄 帮这些人补习阿文 奖金和读报 为了不做吃山空 马不芳开了一个舞厅和三家酒店 并借机造他了大量舞女和酒店女士 同年蒋介石生日 马不芳又开始黄金外交 送一万两黄金为蒋介石助寿 大获奖的欢欣 一月之下给了他了个官 蒋介石的这一阵命非常的荒唐 土匪出生的马不芳 哪里愿意干实事 发的文件马不芳根本看不懂 只知道在文件上写上 月一概不理 交由下属自行办理 因此被称为文盲官员 可以这样说 对于马不芳来说 做多大官不重要 干多大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权有钱 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 为非作歹 他曾经这样说过 生我 我生者外 无不坚 即使流亡国外 马不芳也始终 为改自己的无耻本色 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很多 可是马不芳对待侨胞的手段 极其毒辣 当时在沙特 华侨有八千多人 侨商有两百多户 他到沙特之后 利用财富和权势 控制了千余华侨和四十多商户 他将这些华侨的护照扣留 并将其中的女性 强行接到他的大厦中 把沙特华侨的生活 搅得名不聊生 乌烟瘴气 当一个人 基于内心的欲望所驱动 并且被蒙蔽了 厉害评判心的时候 完全可以做出 让你毛骨悚然的事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恶之花 像海面下的冰山 阴暗而巨大 会让我们从内心深处 感到寒冷 说到这里 不妨了解一下 包括鬼谷子 弓心术 与毛略等 受益生的十本书 看似厚黑 实则实用 句句直指人性 都是基于对人性 阴暗面的洞察 相信会对大家 有所避意 言归正传 1961年 58岁的马布芳 逼迫侄女 马越兰 为自己当妾 马越兰 无法忍受侮辱 站在阳台上 与马布芳对骂 迎来800多人围观 最后事情越闹越大 引发了各地媒体的关注 马布芳因此被免职 但是由于 他身居外国 不愿回来 蒋经事也拿他没有办法 1975年7月 马布芳在沙特病亡 最终马布芳死在了沙特 将其事故 也埋在了当地 祖国 家乡 与他成了可念 可不可回的地方 天道号轮回 苍天何曾饶过谁 双手沾满鲜血 使得数丸战士 浑飘西北大漠的 飞手头子 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个 克死一乡的孤魂野鬼